宽窄巷子是成都的清朝古街道 这里不仅仅是成都的网红打卡点 更是成都文化的一张名片 而很多人不知道 距离宽窄巷子经50米远的地方 有一座消防救援站 今天的主人公就来自于这里 我叫刘林 先就职于成都市秦阳区 宽窄巷子转置消防救援站 现在担任政治指导院 宽窄巷子消防救援站 成立于2021年 是一个很年轻的新站 它走落于成都市韶城街道 主要收复我们的下去里的历史文化名片 宽窄巷子经区 以及我们的清阳工和清台路等片区 保一方平安 守一方净土 促一方发展 距离宽窄巷子仅仅50米之隔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可它却默默无闻地守护着这片地区 我们现在作为城市小朋友 所接触到的国内经情有很多 除了我们传统以上的货金以外 还有社会救助枪线 以及我们销的酒门酒垢 抓索和驱马峰开门 松岁从底等 这人们有需要 我们就重复在人们需要的第一线 今年已经是消防纸张员刘林同志 加入成都消防第16年了 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那就是献血 坚持献血20年从未中断过 2015年4月 再一次无偿献血时得知 留下两管血样 就可加入中华骨髓库 就将有机会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然后当时有中华骨髓库的老师在学习车旁边 就说留两罐这个羊血 留到他们中华骨髓库 到时候可以帮助有被血病的这个病人来进行挽救他们的生命 当小学企业也没多想 就自己留到两罐上去 然后大概等到又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 中华骨髓库的老师给我们打电话说 我的这个血液与一名大学生的患者相批合 而在了解这个过程过后 我就依然选择这个同意捐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选择这个要成功地迎接了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大学生的一个年轻生命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他人来说一个生命 或者对于家庭来说 挽救的是一个然然生气的一个家庭的希望 有些人内风精神在口中 有些人内风精神在手中或者心中上 而我不仅要在口中在手中在脑中 还希望通过身体的部分 能够去为其他人的生命延续而服务 这也是另外一种雷锋精神的传承 重逢在前把困难挡在我们身前 把安逸和安全交给我们身后的人民群众 也说要服务 服务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大是大飞 需要甘一项大的事业又一项大的成就 会体现在一些小的方面 那种主持就从小的服务老来来过马路 而我们也是要把这种服务精神 继续地传承和发言下去 正是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生蒂固 才促使刘玲和他的战友们 舍身慰藉 勇往直前 刚开始的时候 也会服务的都是会觉得这份工作危险 因为这个在相当于水里来活里去 随时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和挑战 也可以傲不过我自己喜欢这个小朋友工作 喜欢在把人员救出来之后的那种虚悦 获展又登上消防车那种感觉 其实在最开始想到牺牲的时候 或者说是想到与牺牲相近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在酒瓶现场 去面对一些我们没办法拯救的事情 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 或者我们的处境中 只能占有牺牲之后那种心情 我们会拯救很多人 我们年复一年的不停的训练 我们学习国中先进的救援 只是使用国中先进的救援装备 我们不愿意自己的人去牺牲 但是如果为了酒 不得不牺牲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没有宣伞的时候 我们永远是会把神的希望留给战友 留给人民群众 他们会把神尚犯带满 不得不得不得的 我们在于运动地 League 让我去给你 你找一个事 我们也会把神尚的救援装备 我们也会把神尚的救援 我们也会把神尚的救援装备 但我们也会把神尚的救援装迅 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